在歷屆的主委領導之下 其實已經發放了二十多年的物資 今年特別考量到很多長輩 因為他可能騎腳踏車來不方便 我們買了這個物資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來打 就可能會壞掉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在管理委員會通過之下 以現金發放 就是我們中港溪這一代 以一千塊的金額來給我們的弱勢族群 來給他們協助 因為現在已經快過年 接近年關 也非常感謝很多善信大德 共同來支持我們寒冬送的這個活動 讓我們永珍宮能夠跟我們的善信大德 一起結合 來為我們弱勢族群來盡一份心力 議長 我們這次總共發辦人數 然後金額 主要對象是 就是中低收入戶 那這一次是發放 因為永珍宮馬祖婆是立足在我們中港溪這一代 所以我們是從頭份三彎 南莊 造橋 那這次總共發放了大概有接近五百戶 那一戶是一位是一千元 好 謝謝一座 我現在 我們現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